接著也是一些簡單小題目 它說水溶液滴到貝殼會有二氧化碳是什麼性 貝殼是什麼成分呢 碳酸鈣 碳酸鹽 碳酸鹽碳碰到誰會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鹽碰到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呢 貝殼是碳酸鹽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那個頑葉應該是酸性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很簡單 重要的酸的通信 停車站接問 哪兩組的氣體是一樣 這也是現在常常會有類似的提醒 你曉得每個東西的反應的產物 然後看看誰相同 或者誰跟誰不同之類的 OK 來 我們要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第六號 第六號 二號 二號 答案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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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水中產生氫碳酸鹽加酸產生二氧化碳電解水正極會產生氧 美代 DT Total C 氫酸 活性大金屬加C酸產生氫氣 所以呢 我們有兩個氫氣 甲跟釘 所以答案選豬 甲釘 反應產物一樣 都是氫氣 OK 然後這裡誰有可燃性 你唯一學過的有可燃性的是誰 然後就是那誰會產生他 可愛大帥哥叫做27 27 我們唯一學的可燃性的氣體叫做氫氣 A是活性大的金屬鑫加C酸產生氫 B是碳酸鹽加C酸產生二氧化碳 C是酸氧水分解產生氧 豬是銅根濃硝酸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碳 所以有氫氣的只有A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A是他說硝酸本來沒有鹽散 它看起來會黃黃的 為什麼就背就好了 這是背的嘛 背的就是它會分解出紅棕色的二氧化碳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那那邊上面寫什麼一氧化碳啊 二氧化碳都是沒顏色的啊 沒顏色怎麼弄還是沒顏色啊 一氧化碳也是沒顏色啊 所以怎麼弄還是沒有顏色啊 所以答案就是豬 OK 就是一些我們有背的性質 停車站接問 所以剛剛請你背的 誰用棕色瓶來裝啊 誰用棕色瓶來裝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 十三號 十三號 出 蛤 B B 請坐下 剛剛講過硝酸照光會分解產生紅棕色二氧化碳 所以避免它照光分解變質 所以放在棕色瓶裡面 所以答案選B硝酸 Liberty 請問你這個顏色誰是對誰不對 背過就會了嘛 背完就會了 背完就會了 OK 來 大哥是誰啊 大哥叫做 差不多34真的耶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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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 A 過存的鹽酸是因為還有鐵離子 三架鐵離子 F1三陣它才是紅的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其他的B選項 同家濃硝酸產生紅棕色二氧化碳 然後鹽酸跟氨會產生白色綠花氨 硝酸照光分解產生紅棕色二氧化碳 然後看起來黃黃的 都是對的 只有A是錯的 錯在它不是鐵原子 而是三架鐵離子 F1三陣 這就是一些簡單的小問題